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示範一下上面這一區它的一些功能 我的媒體已經有使用過了 那這個是可以說這個地方的東西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字幕,首先這個背景好了 那比如說我們這個影片一開始要有一個背景,那我們可以來選一下 假設我只是要選 這個背景一樣,我們可以把它 拖曳下來前面這個地方 那通常這個就是類似一個背景的東西啦 那假設我上面要打一些字 就點來字幕這邊 那有很多字幕可以選 那假設我今天要選的是 這個標題好了 那我們直接把它拖進來 拖到這邊 好 那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標題 那標題上面我們就可以來 打一下我們這次的標題的樣子 比如說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它的效果大概是這樣子 但有時候 我們先選這個啦 那這個 字 按圖案 圖案我不曉得可不可以編,我們先在這個上面點兩下看看 很多東西點兩下都可以編輯 像上一集提到的這個過場動畫的時間秒數 所以其實也可以編輯 我們點兩下 之後這邊就可以調整這個時數 比如說1.5秒 那它就會 多了一點點的秒數啦 那這個 一樣點兩下就可以做一些編輯 那編輯裡面 上面這些似乎都不能動 那字體 可以選 那通常我們是不會做特別選擇 那大小 大小 看樣子被固定下來也沒辦法選 所以其實它的 裡面內建的這個 其實可以選的項目還蠻少的 那顏色可不可以 顏色可以 那比如說 但是有一點缺點就是說 那個 我們先來回來這邊看一下 缺點就是它旁邊這個圖形的顏色沒辦法改 整改 裡面的這個東西 所以原則上 這個做開頭的標題這個很少用 但是如果是在 影片中這個標題 倒是可以比較常用 比如說 這個好了 把它拖下來 隨便 隨便 那反而是這種在影片當中的這種訊息會比較比較常用 那通常 這樣的話我們影片稍微把它調長一點 6秒 6秒好了 好 所以就是 所以有時候會就沒有用這種背景 背景的方式來做東西 因為它的 背景其實也 還好 也還好 也還好 那字幕 尤其是字幕的地方 可以變動的方式不多 而且不能換位置 對好像不能換 看一下 可以拖換位置嗎 看樣子 看樣子是沒有辦法換位置 所以蠻不方便的 所以 一般如果你需要做這種的話 就比較不會在這上面做 那我把它刪掉 但是它是有這個功能的 所以通常我們就是會 直接做在這上面 那這個就比較 還有在當中的敘述就會比較多 包含你看在這個當中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敘述就會比較多 嗯比如說好 我擺設好了 我就是 在影片中的這種 描述的地方的時候 運用到這個字幕比較多 因為 它 這個通常就沒有辦法調什麼位置之類的 所以就蠻不方便的 所以就是大概是會運用在這上面 那音訊的話 它裡面有預設一些 效果 比如說iTunes 這個是我之前有播放過 你有用iTunes播放過的話 它會儲存起來 比如說我們學校中生把它拉下來 那底下會有一個音樂的 效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iTunes就是你有用 這個設備的iTunes播放過的東西 它就可以 記錄下來 那第二個 所以你這個 我們先回到計劃 所以 你的媒體這邊 不要有聲音也沒關係 所以其實還蠻好的 就是你就是用它的你的設備 去聽一次 那就會記錄在這邊 那就會有一些東西 那放這邊通常就是 你會比較常用的 再放這邊就好了 那第二個東西是 音效 這個底下這個是音樂 那我先把它刪掉 那音效的話就是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聲音 我們聽聽看到前面可以播放 環境特殊音效 那這個我是 比較少用 所以我們假設選一個 我們假設選一個比較短的 4秒左右的 門鈴好了 那一樣你是可以把它拖一下來 音樂這邊的 那所以 播放的時候 等一下 先把它回去 它就會有一個音效出來 那 會用到什麼地方呢 可能還要再去嘗試了 那這個 Gudget Band 這個我還沒有用過 所以不太知道 這個是在 是在做什麼的 比較常用就是這兩個 那音效的部分你也可以去網路上找一些音效 然後把它 新增媒體進來這邊 所以這大概是上面這一些的用法